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又或者是發電郵過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者是電郵地址askbschannel.com 我們稍時間再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現在就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恒新指數現在跌85點 去到24617點 成交金額449億 國企指數跌110點 報11834點 Herry 今天的市況都比較悶 大家都說是否炒股不炒市 可以留意環保股基建 又或者是一些勸商來險等等 因為就是炒股 未來兩回一些動作 往往這個時候 就比較好像真空旗的感覺 因為沒有政策 以及大家都是觀望的氣氛 非常之濃厚 要完結了會 真正才有些政策出來 到時市況才會黃泛跌跌 即是說這一陣子 大家都沒什麼可以做了 如果你說看市況 都悶一點點了 你見到跌又跌不下 接下來的走勢究竟怎樣去看 兩會相關的板塊 我見到其實資金是輪流炒的 但是炒股的印非常之短 我們見到星期一 叫得環保股份炒了上來 因為一些財政的效應 另外昨天就見到 所有核字的股份也炒了上來 今天是炒些什麼呢 我見到部分的資金 就非常短刃地走去醫藥股 你看到460、1093這些製藥股 有一點點升勢在這裏 雖然不太多 但是就叫做沉悶的市況當中 叫做有個板塊 就是有些比較明顯的升勢 但是對於接下來的走勢上來說 一是我們見到 環保利別股份我覺得會透透氣 始終就是所謂的財政效應 那段片都被人掩蓋了 所以要等一等 要休息一下 現在是河蟹了 所以接下來大家繼續留意 就是李一強的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 而接下來的GDP 究竟那個增長幅度是多少 這個大家很關注 7.0、6.8這些數字 另外就是在那個工作報告裏面 究竟講了多少次一帶一路 又講了多少次環保 其實本身我會覺得總理李克強 或者是習主席 就不太喜歡柴政說這些 他始終都會說一帶一路的建設 又或者其實他坐提倡的一些 APEC 藍的一些空氣的一些標準 會不會定立呢 我相信是一個關注焦點 暫時去看 以所謂的主題板塊 即所謂的一些基建類別股份 或者環保類別股份 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 始終我覺得 接下來這方面的動作會比較多 但我也會認同一下 Janet所說的 可能去到兩會的比較後期 可能下個星期才會有些比較政策的細節出來 嗯 好 好 那我們先聽電話 就是陳小姐在旁邊 是 你們兩位好 你好 你好 是 想問什麼股份 嗯 我現在呢 想加碼 即是說 再進一些可以嗎 嗯 好 我們逐席講話 先看看中國藍車1766 暫時股價靠穩去到九角三豪半 最面上有少少虧損 好不可以現在這些價位去做一個溝貨呢 我也覺得可以試一試 是 陳小姐你要知道 最近的藍車為什麼跌下來 其實主要就是 陳小姐不知道你有否聽過 先前中國去泰國簽了一些協議會起高鐵 現在又發覺殺出一個程咬金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條鐵路就會用中國 但是借錢那方面可能借日本那些銀行 會不會說那些高鐵未必完全用中國的一些產品 這個大家都有少少擔心 所以就先估了出來 所以對於現階段來說 我見到股份初步是有少少喘定的 如果你覺得你是不夠貨的 或者你想是溝低一點的成本 可以試一試 但是那個幅度或者駐馬上面都不要放那麼多 我會覺得 最近藍車的股價 如果你要等它突破上去以前12元那些階段 要真的等它和北車的合併方案出來 才會有些比較明顯股價向上的趨勢 另外一隻股份是1390 2280和1390 好 現在上日可以不可以呢 好 就慰衝網方面 編號2280 急升近一成本那麼多 去到706元 還想追 如果你說2280來說 你看它的股價圖 我自己就比較害怕些 有個突破 消息我沒有跟 我沒有完全知道它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以這些圖 以這隻股份來講 以往的歷史比我的看法上來講 股價走勢都比較詭異些少 所以我建議你不如比一比 你真的看一些消息面 你很有信心才買 我就不建議現階段 兩支棒這樣衝上來的時候 還進入的 1390來說 你見到很大的階段走上去 這隻股份來講 其實我會覺得 這隻股份去到3.83元 是不是都還去追 我會再看一會 如果你見到它的股價 還是橫行走 你才去進入 這隻股份為何有個大階段 華雅智庫做了一些 所謂的網上支付概念 但是其實它的業務範疇 在日本居多 而這麼大的距離走上來 其實主要都講 前陶訊有一些紅風包的概念 炒一下網上金融 有一個很大的裂口升上去 我會再看一會 如果你見到 都是在3.8元走一個橫行區間 你到那個時候才進入 好 多謝陳小姐的電話查詢 好 謝謝 好 我們剩下的時間 和大家看看內地股市方面的情況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就是港股 上證指數現在升14點 去到3,277點 深淨城只升128點 報11,654點 至於滬深300指數 升22點報3530點 我們又有電話 先聽聽一下 龐先生是嗎 是的 你好 你好 兩位支持好 我想問一個241 阿里健康 我未有課 在哪個位置入 怎樣看法 謝謝 好 暫時升超過3% 去到5.54 編號241的阿里健康 這股份有很多憧憬 有什麼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未有課 未有課的話 我建議 龐先生 你先看清楚 這股份 我在每週一股介紹過 但是 要留意 憧憬 其實是比較長 這股份 突破 其實今天 剛才有說過 部分資金都流入 醫藥股 會不會搞網上醫藥呢 這方面 其實我會覺得 是未必這麼快的 但是 有部分的資金 也都憧憬著 網上可以售賣處方藥的細質 或者牌照會出來 所以股價有少少突破 我會覺得 如果你問我股價上 買入價 我給5.54 這麼大限 少少回的時候再買 如果你說牌照一出來 或者細質出來的時候 其實股價有機會突破上去6元 旁邊有其他東西想問 貴快 好 多謝你的電話 剛剛也說到我們的股市 我們先跟進 上升現在到3276點 是否那個部署和港股一樣 大家都要等一等 始終昨天來說 急跌得很急 關於IPO方面的情況 接下來會不會流動性 流動性沒有那麼緊張 我們股市可以上多一層 流動性沒有那麼緊張 要等一些IPO出來 始終23個IPO 其實是一些蠻誇張的消息 你想想 觀眾進入證券行 你看到reception 就全部放了23本 這樣的招股書 其實是一些很誇張的數目 所以市場說 動資了3萬億 我當它3分1都好 動資了1萬億 數字很厲害 所以這些錢 暫時都會鎖在新股裡面 對於內地市來說 只是浮浮沉沉 除非兩會裡面 有些很大方向的政策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我會覺得上升指數 浮浮沉沉 3250至3300 走一個上落的格局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問答環人之家庭觀眾 不會響開